北京时间2月14日,NBA名嘴,前NBA球员帕金斯在节目中谈到了詹姆斯·哈登和本·西蒙斯的交易,在节目中他力挺哈登。 帕金斯说,虽然每个人都说哈登不再是以前的哈登,但是哈登之所以看起来不像以前的样子,这是因为他不想和欧文一起打球。 纳神去背对待哈登和欧文,我们有时候看到哈登从比赛中消失,毫无侵略性。 这是因为纳神告诉哈登有些球不是好的投篮选择,而纳神却不会对欧文这样说。 之前在圣诞大战中,哈登独自带领球队在面对胡人的时候,拿下了36分10篮板10助攻并且取胜,随后他面对快传时候又砍下39158。 所以,哈登在走下坡路吗?我并不这样认为,也别和我说哈登正在走下坡路,他身材走样了这种话。 实际上,他只是不想在篮网打球而已,他只是不想在这样的文化下打球。 现在,哈登和恩比德组合在一起,我们可以看到下一个OK组合,这笔交易中76人真的赚了。 本赛季以来,哈登场均可以砍下22.5分8篮板10.2助攻。